人的生命是宝贵的 不管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平民伤亡 总是令人痛心和惋惜的 中方一直呼吁尽力避免平民伤亡 大家都还记得 1999年3月 美国为首的北约 在没有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 悍然对南联盟进行78天的持续轰炸 轰炸至少造成2500名无辜平民死亡 约1万人受伤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过去20年来 美国在叙利亚 伊拉克 阿富汗 索马里等地 发动了数万次空袭 无辜死亡的平民数量 至少有2.2万 最高获达4.8万之多 美国在关心乌克兰人民的同时 是不是应该首先对上述这些军事行动中的平民伤亡 也表示一下关切呢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 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冲突发生以来 中方一直以实际行动 致力于劝和促谈 中方的公正立场和建设性努力 有目共睹 得到了国际社会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中方向乌克兰方面提供的 是食品 儿童奶粉 睡袋 棉被 放巢电 正急需的人道主义物资 而美方提供的却是致命性武器 3月16日 美方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额外8亿美元武器援助 本周 美国对乌克兰武器援助的总额 就达到10亿美元 我给大家念念 也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普莱斯先生读到的清单 美方向乌方提供的最新武器装备 包括 800套防空系统 9000套便携式高精度反装甲系统 7000件机枪 流弹发射器 等小型武器 以及 2000发炮弹 和子弹 这还不是他清单的全部 美方 最新援助的武器 是给乌克兰 带去了 稳定 和安全吗 还是 会给 乌克兰 造成更多的 平民伤亡 对于乌克兰的平民来说 他们更需要的是食品和睡袋 还是机枪和炮弹 稍具理性和常识的人 对此 都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顺恰宣布